大陸西安封城网路上又出现借机歌功颂德的宣传片 多名医护手写请站书还按下指纹 自愿上前线抗议 只是这段画面怎么越看越眼熟 因为当年新冠吹哨者李文亮也是这样在训诫书上按指纹 根据统计大陆西安单日又新增100多例的确诊 现有确诊来到800多例 当局因此决定周一再升高封城等级 现在西安1300万人除非经过核酸检测 否则通通不能外出 原本两天一人外出的采购政策紧急喊咖 画面中这名女子就是因为不能出门 气到怒砸指示牌还将牌子往铁闸门外抛 最后被警方带走 而西安封城令变严 粮食补给成为大挑战 我的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拉了一条警戒线 那么警戒线上都贴着各个楼的楼号 不过大陆官媒报道 补给过程大致顺畅 还有河南的面条厂主动配发600吨的面条支援西安 这是为何西安确诊数还降不下来 官员这样说 一方面的原因是 先是加大了核酸山茶的力度 就连大陆的防疫专家张伯李都乐观看待 说西安经过普筛后 渴望在一月控制住疫情 让大家好好过年 不过大陆严格防疫已经打乱空中交通 上礼拜打美航空就因为上海浦东机场的防疫规定变延 突然决定折返一架非上海的班机 引发大陆旅客不满 这起事件还引起大陆旧美使馆的关系 不过相比大陆的零容忍政策 美国的防疫反而放宽松 美国CDC周一宣布将无症状患者的隔离时间 从原本的10天缩短到5天 对于曾接触确诊者但没打疫苗 又或者是时间到还没打加强剂的人 同样也只隔离5天 只是此时此刻美国的疫情还在标 这是因为美国7天平均确诊又超过20万例 不过面对Omicron变种白宫防疫大将佛奇似乎不太担心 而暂时对Omicron影响静观其变的还有英国 尽管英格兰确诊者中有90%是Omicron变种 短短三天还有新增超过32万例的确诊 但英国当局决定新年之前不会有新的防疫措施 因为当地目前的住院数远低于今年1月时的巅峰 显示Omicron症状可能较轻 因此暂时希望继续靠疫苗护照等政策 在经济与防疫中取得平衡 TVBS新闻综合报导